C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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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今天這支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開箱 前陣子大家敲完很久的 就是我另外一雙這次收到的鞋 也就是 Adidas Zero的Boston 9 那這雙鞋呢 長這樣子 有沒有覺得很似曾相似 沒錯 如果你還沒看過影片的話點這邊 我們上一次開箱的這個Ad Zero Pro 長得跟這個幾乎是一樣的配色 唯一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鞋底有一點點不同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鞋底在上一雙是金色的 但在這雙Boston 9上面 它是粉紅色漸層 然後後面是搭配這個Boost大底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雙鞋這次有什麼樣的特點吧 那這雙鞋跟Ad Zero Pro不一樣的地方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價格啦 價格在Ad Zero Pro的鞋子上面是 6500多元 那這雙我記得沒錯的話 應該是3800多元 所以價差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雙鞋裡面是沒有碳纖維版本的 所以它的鞋子穿起來的感受 跟Ad Zero Pro也非常不一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的差別 這一次的Ad Zero Boston 9的這個鞋款 它的鞋面跟Ad Zero Pro看起來就不太一樣 它沒有像Pro這麼透明 但相對八代來講 其實它這個編織布面來講 又更透氣的提升 所以穿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但是又沒有失去它這個包覆性 在你跑步在加速的時候 它的包覆性還是非常好 那第二個特點呢 如果你有看過上一代的Boston 8 就是第八代的話 基本上這個Boost大底到最前面一直延伸到這邊都還有 但這一次的第九代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只有到這邊 前面有大概三分之一的這個長度 是已經變成是科技泡棉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材質 所以我覺得這隻穿起來的腳感啊 跟上一代的八代有非常不一樣的感受 接下來是它鞋底部分 它鞋底一樣搭載的是馬牌輪胎的大底 所以穿起來其實整體來講 抓地力還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是全部都有標配喔 像Ad Zero Pro的時候是只有前半部 那這一雙是全部都有搭載這個馬牌大底 所以穿起來還是非常有抓地力 那在UK8.5號的尺寸來講 這個鞋重大約是259克 所以拿起來其實是非常非常輕的 不會讓你有很大的負擔的感覺 好啦那剛剛介紹的這些呢 就是這次Boston 9 在外觀上跟上一代 第八代來講的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話不多說 來去試穿跑看看感受 再跟大家分享跑起來的感覺吧 OK Let's Go 好那我們繼續跑看看感受一下這個跑趟的感覺吧 Boston 9 4 3 3 5 5 4 4 4 5 我們剛剛已經感受了一下 跑這個平常的這種游泳耐力的 這樣的速度的感受 接下來我們回去的這一段 我們就稍微加速感受一下 在跑間歇跑速度的時候 感覺怎麼樣 出發吧 好 讓我傳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跟大家分享心得 好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雙波士頓9代 剛剛在跑起來的感受跟上一雙AD0 Pro有什麼不一樣吧 那我們直接先講結果 這雙鞋呢 我覺得比較推薦給一些 如果你覺得你平常的速度沒有到非常快 但你又想要有一雙蠻輕快的跑感的鞋子的話 這雙鞋其實蠻推薦給你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如果你有穿過AD0 Pro 因為它有碳纖維板的關係 所以穿起來的硬度感受啊 會很直接的回饋 你踩下去多少就會反彈多少 那相對於如果你的速度沒那麼快的跑者來講 這樣的效果其實對你來說 可能會是比較不舒服的感受 對於你在跑久的情況下 甚至會導致你有一些肌肉肌群啊 可能會導致抽筋的一些情況產生 那這雙鞋剛剛在跑兩種速度 感受起來有什麼差異性呢 首先來分享一下比較是有氧耐力的慢跑的部分 其實它在跑慢跑的時候 你感覺到的腳感是非常舒適的 因為它的避震效果來說 你踩起來的腳感會感覺比較軟一點 所以你在跑步的當下啊 你就不會有那種覺得 一直被推走一直覺得腳很硬 避震效果不好的這些情況產生 那相對來說 這樣的鞋款就比較適合給一些 如果你是一些初中階的跑者 你在剛開始選鞋 不知道該挑選哪一些鞋款 或許一般的運動鞋款 對你在跑步來說 可能會比較沒那麼適應 甚至是會有一些跑步當中 比較沉重的感覺 那你就可以選擇像ADZERO 第九代波斯頓的這雙跑鞋 因為它穿起來的腳感啊 很輕巧之外 它又可以兼顧一定的這樣的避震效果 所以穿起來我覺得是 蠻推薦給初中階的跑者 那在跑速度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這雙鞋就會有一點點的感覺到 力量有點消失不見的感覺 它沒有像ADZERO PRO這麼推進感 那因為它的鞋底來講啊 它有搭配了這個BOOST大底 再加上前面這個Light Straight的中底 所以你穿起來的感受啊 會感覺比較舒適 但相對來講 力量可能會有一點被吸收 所以這雙鞋對我來講的定位啊 我覺得它蠻適合在你平常 跑一些可能像是山路啊 可能像是一般的BOOL路 在公路訓練的時候 像這樣的鞋款 其實對於你在跑感來說 就可以感受到很好的避震效果 那如果你要跑一些 像是比較速度型的訓練的話 我就會推薦你可以選擇像ADZERO PRO 或甚至一些其他的鞋款 對於你在跑速度的情況來說 力量就不會這麼快消失 好啦 那以上剛剛講的這些內容呢 就是我在實測一陣子之後 想跟大家分享的心得啦 這雙波震9代 蠻推薦給初中階的跑者 那適合路線呢 我個人比較推薦 是在跑波動路的時候 因為像這樣的緩震效果 你在跑起來的舒適感受 對於你在跑長時間的耐力而言 會比較有幫助喔 OK 我是你家楊哲瑞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並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想看更多關於跑鞋的鞋側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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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